在旺冠军赛的比赛中,林和琴、王璐萍、陈锐三位中国选手全部告负。 在昨晚的比赛中,苗立涛与刘鹏帅也接连失利。 整个中国小队笼罩在失利的阴影之下,甚至还有人认为张立鹏也得输。 中国选手走出国门打比赛,必败。 在此情形之下,张立鹏的压力可想而知。 弗拉扬是菲律宾MMA的领军人物,而且也是一名中国散打技术背景的选手。 他曾KO日本传奇名将青木真野一战震动MMA赛场,也因此夺得了万冠军赛轻量级世界冠军。 这在当时,更是散打系选手在世界MMA擂台上取得的最佳成绩。 不过,随着弗拉扬年龄的增长,他的战绩也逐渐下滑。 目前已经跌出了轻量级世界前五排名。 而张立鹏也已经近两年没有登台作战。 两位选手都计划打败对手,以荣耀的方式重回擂台。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穿着红色短裤的是弗拉扬,黑色短裤的则是张立鹏。 弗拉扬开局后就连续低扫。 张立鹏并没有直接和对手展开拼拳,反而选择四肌而动。 弗拉扬是亚洲传奇格斗老将,战力格斗技术极强,不仅扫腿重,每一拳都极其可怕。 反正是变线踢,张立鹏自己没少练绝招啊,低扫踢,硬重,再低扫踢防住。 张立鹏的速度是相当快啊。 看这个时候啊,张立鹏明显的能控制住这个节奏啊。 弗拉扬的几次进攻全部都没有效果。 在拼拳中,张立鹏趁机爆摔,没有摔成。 弗拉扬被顶在龙边,疯狂挣扎,却没有用。 一点点缝留给弗拉扬。 我如果是弗拉扬的话,我被他爆到一瞬间。 张立鹏再一次爆摔,成功进入地面,并尚未压制。 提上,非常有速度。 张立鹏的左手杂拳连续命中弗拉扬头部,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 张立鹏现在处于上位,然后非常好的。 漂亮。 过腿。 对整个比赛的把控都非常严谨。 弗拉扬急于逃脱,结果反被张立鹏拿到被控的优势位置。 场面十分被动。 被完全控制住了。 对。 身体三角控制呼吸,不停打头。 不停打头。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弗拉扬继续扫腿的老套路,每一拳每一腿都非常重。 弗拉扬是纯正的散打背景出身,他继承了莱凯战队典型的防摔加散打的技术风格。 在战力格斗上明显优于张立鹏,但是他的弱点就在摔跤上,这也是张立鹏的突破点。 被张立鹏所控制。 张立鹏多次爆摔弗拉扬,让对手不敢随意晋身拼拳。 张立鹏再次被张立鹏暴倒。 暴住,现在还没有控制。 张立鹏迅速拿背,转换。 现在两个人回到一个中立的位置。 转换,然后弗拉扬把张立鹏挤到红边。 弗拉扬也是在菲律宾拥有非常非常高的人气。 第三回合开始,张立鹏一上来就爆摔对手,这个下马威不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二回合张立鹏都是拿下的。 即使第三回合打得无攻无过,这场比赛张立鹏也赢定了。 张立鹏没有之前的激进,这一次打得相对保守。 虽然张立鹏还是多次尝试爆摔对手,但是几次爆摔没有得手。 在这种情况下,张立鹏逐渐显现他战力格斗的水平。 中立鹏是红边。 不拉扬的左拳明显的距离感不够 打不到张立鹏 张立鹏还是比较谨慎 还有耐力 张立鹏左手的次拳迎击连续命中对手 比赛快要结束了 张立鹏终于抛下各种顾虑 前手次拳再一次抱腿摔 张立鹏再次把弗拉扬高高举起并摔倒在地 进入地面上位压制又是一阵颤抖 刚才这个位置啊 好多人其实可能在这个回合已经没有力气了 可能抱住了之后看能不能做一种小摔 或者说是这种半摔 但张立鹏直接把人踢起来 身体优势和体能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充足 张立鹏地面疯狂砸击 直到比赛结束 赛事依然还征战 最终裁判一致性评定张立鹏取得胜利 终结了中国军团在万冠军赛的五连败境遇 在比赛结束后 张立鹏还现场叫战了日本传奇格斗家清木真也 我是清木真也的粉丝 我非常希望在这个擂台上挑战他 张立鹏一来就挑战最强者 挑战当代日本MMA最强的缠斗系选手 清亮级世界第二 可见张立鹏的野心之大 他想成为万第一男性世界冠军 大家觉得张立鹏打得帅吗 觉得帅就把帅打在评论区吧 这里是你的阿超 咱们下一次再会 爱你哦 我来帅唤 我来帅回想